2018年出廠的車 里程級有保四千 可以說是全台最美 最漂亮的一台車 全台找不到的 現在公司只開價 嗨大家好 我是玩命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這部車 是一台我自己都非常非常想要 以及喜歡的一部車好不好 這部車的優點跟大家介紹一下 八人座位 智能油耗 豪宅空間 德國品質 平民水晶 就是我身後這一部V250 那我們就先從車頭的部分 帶大家看一下 LED雙魚眼 智慧頭燈 尬S型燈條 以及黃色的方向輔助燈 整個全車LED化的頭燈 這個頭燈就非常明顯 是一個賓士家族特色的頭燈 不論在S-Class GLS GLE E-Class 很多車 甚至到C-Class 都是以這個燈為基礎在做設計的 所以這個非常明顯 一看到這個燈 就知道是賓士家族系列 水箱罩的部分 雙雜式帶超大logo的 賓士水箱護罩 這個車你從遠遠的 非常遠的地方 你就可以發現是一台賓士 因為它的logo真的太大了 OK 非常的好看 下保險桿的部分 我自己本身是S-Class的車主 所以對這個S-Class 也算是略懂略懂 S350D跟S400 都使用這種非常沉穩內斂的下氣吧 跟這個造型非常的像 我覺得這個造型 雖然說沒有像AMG那種侵略感 那種衝進 不過你現在看一看 這個造型其實說真的 蠻符合它這個車子的氣質 高雅 又不要太誇張 又有點內斂 就是這個保險桿了 好不好 OK 鋁圈的部分 前後鋁圈都是採用225 55 17 所以前後鋁圈是可以來做對調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避震器上座的部分 這個防塵套呢 狀況非常良好 都沒有破裂或漏油 那這個車呢 因為里程數很低 所以你可以看到內輪拱非常的乾淨 有些微的灰塵 OK 接下來我們看車側的部分 因為這部車呢 非常非常的講究空間 所以呢 它採用一個發財造型好不好 不要叫它長方形 這個車叫做發財造型 OK 屁股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發財 一路發財到尾就對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尾燈的部分 尾燈的部分呢 是一個LED化的爪型尾燈 我就稱這為爪型尾燈 因為很像一個金剛的爪子 非常的好看 很有科技感 那接下來看一下 後面呢還做了一個很大面積的鍍鋸飾條 還有最重要的各位 這個車子呢 一定會常常在東在西出遊 不管是旅行商務也好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是一個防刮板 非常重要 最後下包的部分呢 還有兩個防光片 以及這部車呢 還是有備胎的設定 並且呢 它有這個電動後尾門 這麼大的車一定要有 基本標配就是電動後尾門 OK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尾箱空間的部分 這部車你看已經是標準八人座了 但是它的尾箱空間居然還這麼大 有沒有誇張 有沒有離譜 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東西齁 無論是放行李箱 放兒童椅 甚至到放老人家的輪椅 我覺得都綽綽有餘 因為這空間真的非常大 那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隔板 那這個隔板呢 中間還有這個收納的功能 那如果你不需要這個隔板呢 這個隔板是可以做另外移除的 或者是你可以單獨把這個隔板做拉起的動作 有沒有 就會變成一個空間 非常的實用 這部車我覺得 那二手車嘛 儘管它里程數只有4000公里 我們還是稍微檢查一下 使用痕跡 那這個後面的龍布呢 以及這個腳踏墊的狀況啊 非常的好 還有這個防刮踏板 也沒有真的有刮傷的痕跡 代表這部車的里程數4000 應該是正確的 從種種跡象 蛛絲馬跡來看 OK VA50D它所採用的引擎 是一具2143CC 190匹 44.9公斤牛頓米 平均油耗13.5 七速手自排的柴油波輪引擎 好不好 那這具引擎呢 我覺得呢 非常的符合 馬又大又不太用吃草 的理論 好不好 因為柴油引擎嘛 高扭力 是它的特色 OK 那這個引擎是呢 因為還沒有經過美容 所以可以看到 還有些許的灰塵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引擎狀況 這個引擎呢 不大 是2.1的 所以呢它的碎金 加上是柴油的話 所以它又比一般的車 碎金再低一級 那板金烤漆的部分呢 剛剛整台車也做過了完整的檢查 確定是完全原器原板件 沒有經過事故 OK OK 首先我們看到門市板的部分 它沒有因為它是商用取向的車 所以做得很簡陋 它畢竟還是一台Mercedes 好不好 所以你看它的門市板 還是一樣使用了大量的軟皮材質為底 搭配一罐的賓士手把 以及賓士的按鈕 這個按鈕呢 這個觸感不誇張 跟我在S-Class上面 我自己的車摸起來 那感覺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呢 它就算它是一台商用車 看起來像貨車 看起來像發財車 它仍然是一台 冰式 好不好 NAPA增圓 帶車縫線的 冰式方向盤 而且它的功能呢 跟所有 冰式家族的系列一樣 該有的都有 一應俱全 好不好 大小聲 控制鍵 電話 什麼都在這個方向盤上面 這個方向盤握起來的質感呢 也相當的不錯 就跟一般的冰式握起來完全一樣 這個儀表板呢 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 冰式儀表板 帶有彩色資訊物 好不好 注意各位 重點是里程數 4191公里 有沒有看到 這部車才開了4191公里 幾乎就跟新車幾乎差不多了 整個裡面還真的就都有新車味那種感覺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中控台的部分好不好 OK首先看到它有一個7吋的彩色資訊品 那這個車呢 有選配的環景 環景配上這個車我覺得是絕配啦 基本上因為這個車這麼大 你一定要有環景 踩好停車啦 我跟你講真的 這個環景呢 畫質也是相當的不錯 非常的清楚 大家可以看得到 接下來往下看 這個按鈕啊 以及這個造型的部分呢 各位有沒有覺得非常的熟悉 這根本就是EC S-Class的東西嘛 對不對 你看這個按鈕 搞不好都可以共用喔 你看這個冷氣開關 這些CD片 這些這個地方 甚至到這個警示燈 這個完全就是移植過來 好不好 來接下來看這個卡面系統 卡面系統呢 幾乎也是完全一樣啦 不過呢 因為它這個設計的關係啊 所以它變得 這邊卡面系統跟中控台變得又更近了 那我個人覺得其實 在這個地方 比一般的EC S好用耶 因為它變得 手啊 會比較容易的抓到 因為在這個中間這個地方 它這上跟其他的卡面系統一樣 動態調整啊 停車雷達 代速熄火 以及這個音響的開關 音量調整 這邊都是一樣 比較特別的是呢 左邊以及右邊呢 分別有一個 左右側門的開關 所以它的前面呢 就可以控制這個後面的電動滑門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也不錯 因為它分成左邊跟右邊 來保障你比較不容易按錯 非常直覺的 想開左邊就按左邊 想開右邊就按右邊 這個設計呢算是蠻貼心的 像我這種呢就很常按錯 但是因為它這個分得那麼清楚 基本上連我 智商不是很高的人 應該都不會按錯 好不好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部車的空間感 是我所有看過的車子 除了遊覽車 卡車公車以外 再下來就是這個 這個空間真的就是 非常適合家庭商務 這個送貨也可以啦 你甚至買送貨我都覺得OK OK 跟各位介紹一下君哥 君哥呢本身從事這個汽車業績 已經將近20年了 待過賓士原廠 Lex原廠 Toyota原廠 所以這個 現在又來到中古車為大家服務 所以這個資歷也算是非常豐富 所以歡迎一下我們君哥 嗨 網民的頻道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由君哥來為我們 最後講解一下這部車呢 是最好不過的 因為君哥本身在賓士待過好幾年 最近大家都知道 開始暴富性購物 暴富性旅遊 暴富性買車 暴富性 暴富性 因為這個暴富性出油購物 這種車會比較搶手 是這樣的齁 現在這個暴富性旅遊 致使這種商旅車很夯 目前全台這種車期貨可居 所以要搶的要快 各位說到暴富性旅遊 我想到一件事情 聽說最近有三倍券 買車到底沒有辦法用三倍券 當然我們這個振興不落人厚 新車都有三倍券在使用 然後我們國鋒汽車也不落人厚 所以我們也有三倍券的使用 對對對 然後我們跟著加碼 也是一樣再加三倍 加碼喔 對 再加三倍 那怎麼高清啊 九千塊 湊個整數一萬塊 湊一萬就對了 對對對 好像買車好像更划算 直接折一萬了 對對對 反而只剩在那邊折一萬了 對 我們一樣是三倍 鏡頭有露營喔 不能過了我沒說了 不會不會不會 真的要折 好不好 倍數倍數 我跟各位講 這部車商旅載貨 載客出遊 發財 全部都可以用這部車來做實現 重點這部車又省油 最近又便宜 那君哥 這個車這麼輕 我竟然還有新車味道 還可以封住我們發財的這部車 現在的中古行情大概多少錢 這個新車價是V250D的新車價是在229萬 然後我們是2018年出廠的車 里程久保4000 可以說是全台最美最漂亮的一台車 全台找不到的 現在公司只開價180萬 就可以把它擁有 180萬 新車是229就對了 是 你看看 229 230減掉180 50 對 跑4000 這種車 我跟你講各位 我在介紹這之前 我也不是 親太偶給動 我也會先上網做一下功課 說真的這個車 大家去上網看一下 現在太透明了 市場上真的沒有幾台 對 市場上唯一跑4000的啦 真的是唯一 對真的沒有幾台 OK如果大家對這部車有興趣呢 也可以歡迎隨時來這個國風看車 來問一下什麼叫做新車位 也可以順便來找一下我們這車的君哥 OK 那如果有喜歡頻道可以訂閱追蹤按分享 那如果有買車顧車可以找 國風汽車 OK 那謝謝各位囉 掰掰 上五分鐘 就等下五分鐘 要看 開看 But don't fall fast to pick yourself above the ground Until you get lost You'll never be found And you can't start again Until you break down